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是这种大公司 它越是要结合得更好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缺少了自己的业发 我们在应用层其实我们也做得非常棒 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可以和美国先前相匹敌的 甚至个别领域我们会超过了美国 但在这个基础业发层面其实我们一直是落后的 我们是有不落环节的 任何时候都要以业发为本 尤其是科技公司 你的技术实力 你的业发实力 华为每年都能够把自己的这个销售收入的10%以上 投入进行业发 这才是它这么多年来能够越做越大的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地基 华为这样的公司 它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 它一定是跟全球是要紧密结合的 而且越是这种大公司 它越是要结合得更好 而且华为又是中国企业的一个代表 或者说它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代表 一种中国力量 它也全球化做得很好 可以看到华为从它的发展的过程中到今天 它在一路在跟各种各样的企业在进行合作 可能在因为华为它起家是一个2B的公司 就是为企业服务的公司 后来有了手机这样产品以后 它有了2C业务 可能大家对于2C业务可能会更熟悉一些 所以我今天更多的用2C业务给大家去做更多的讲解 比方说我们过去的时候 手机它的芯片主要是用的是美国公司 这一次美国打压的其实主要是这一块 包括我们的操作系统 用的也是美国公司 其实华为手机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它用的不是一个美国公司 而是一个德国公司 那就是莱卡 因为华为手机早年间它是一个贴拍机 什么叫贴拍机 它可能是运营商送的 你的季风大到多少 或者是说你零约购机 预交日程多少花费 我送你一个手机 它主要是走运营商渠道 后来这个渠道不好了以后 它就开始自己去业发 自己去打自己的品牌 这个时候他们找了莱卡这样的公司 因为可能对于大众消费者 莱卡也没有那么熟悉 但是莱卡在高端相机里面 尤其是在这种玩相机的圈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有知名度的这样公司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在相机领域的一个交交者 华为选择了这样的公司来合作 我们所有人下明板了 华为这个镜头一定是拍照很好的 但事实证明我们现在用华为拍照比苹果什么的要好多了 它在很小的时候 他就邀请IBM公司给他们公司进行流程改造什么的 花了几十亿美金 那个时候他就很重视这样的 所以他就一路走过来 确实他也得到了很多公司的帮忙和助力 所以说华为才能够发展到今天 所以说我们希望未来华为依旧能够博彩全世界最好的技术来进行一个发展 我们相信现在的中美贸易战它是一个短期行为 未来我们的发展的主旋律一定还是要求求化 大家已经进行一些合作 其实科技是没有国界的 是的 现在华为其实它一方面是一个开放的心态 但是另一方面也非常重视在技术上的一个自主研发技术独立这样的一个点 那这一点上您觉得华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也是华为让我们改到特别骄傲的一个地方 你每年看这个全球大企业研发投入这个排行榜 华为一定能够派到切五里面 而且后面的中公司都排名到很靠后了 在华为一枝独秀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了华为在研发上进行大投入 它已经也许很多年了 每年华为现在应收很高了 前两天刚发了这个上半年的财报 大概就是四千多亿 它每年都会超过10%的 而且它高的时候能达到15%16% 这个在全球公司里面都是非常领先的 你想嘛 它约约不断的把这个资金投入到研发里面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受到美国的贸易战的打压 不让你用美国的芯片 不让你用美国的操作系统 它华为一定是受到了影响 但它并没有被一棒子打死 它是有它的底气的 或者是有它的备胎的 我们有它的海思芯片 我们现在有了鸿蒙系统 就是不管从软件硬件 可能还是有一些差距 但我能用吗 我死不掉了 就说你对我完全切割 完全封锁 并不能够打死我 你只是说能够对我有一些影响 如果简单的回应我们一下 我们今天的主题 这个全球经济变局与华为共生抉择 其实就是一方面要有开放的心态 另一方面要有自己的自主研发科技独立的这种意识 这两者真的它是既不矛盾 而且又同时需要紧密结合的 这个才是我们当下的一个处理 是的 就是说我们以开放的心态 欢迎所有的合作 但是说我们要做到 别人要打压你 掐住你脖子的时候 它勒不死你 你还能喘过气来 是的 它勒住你的时候 你是会难受 但是你死不掉了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 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缺少了自主研发 因为我们国家对于 所以这些年 尤其我们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包括我们的通信化验的快速发展 我们在应用层 其实我们也做得非常棒了 甚至我们可以说是 可以和美国先前相匹敌的 甚至个别领域 我们会超过了美国 但在这个基础研发层面 其实我们一直是落后的 我们是有不弱环节的 尤其在于什么芯片 操作系统之间的底层技术 所以我呼吁我们中国所有的大公司 在这方面我们要加大力度 去进行更多的研发 华为对于在世界及中国 未来可能有什么战略 就是可能一个企业布局的战略的问题 这个根据我们现有形式的分析 您能给我们综合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前面中心被美国打压的时候 真的是很惨 后来美国又制裁华为的时候 大家都会华为捏把汗 但事实看上去 华为比我们想象中的活儿都要好 为什么要都要好呢 这就是它的战略 你像这个 它可能很早就布局了像华为海思这样的 做芯片的公司 我可能很早就开始悄悄的研发自己的芯片 研发自己的操作系统 在敲密声息的 等你需要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出来用了 虽然说它可能和人家比还差一点 但是说不至于死掉 我总是有个衣服可以穿的 可能没那么好看 是吧 我也是可以出蒙见仁的 等等的 你可以理解为这就是 我一方面我在确立和大家合作 我跟全球的大公司间合作 我在发展我的主营业务 同时我有很多事情 我也留有后手 任何时候我都要加进自己的基础研发 什么时候都能够把这样的一些底层技术 找我的自己手里 我们可能心里猜 没那么花 这就是华为这种战略的布局 而且它一步一步的 你看从早年间 我们卖什么交换机 到后来的路由器 基站 我们各种各样的运营商业务 再后来有了消费者业务 还有什么 融计算 其他的企业业务 它在一步一步的进行 脚踏实地的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布局 所以他的这样的方式一定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的 华为一方面还在积极地进行合纵连横 我把能争取的朋友都争取过来 我把能切的客户单子都切下来 因为它在全球其实还是有很多国家都切下来了这样的5G的订单 而且同时我在快速地发展我的消费者业务 企业业务几条团走路 您认为华为精神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觉得华为精神句话起来可以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就是任何事件都要以业发为本 尤其是科技公司你的技术实力 你的业发实力 华为每年都能够把自己的销售收入的10%以上 通常进行业发 这才是他这么多年来能够越做越大的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地基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是 它是这样的一种企业的管理的文化 我们刚才说到任正非只拿百分之一点几 我们还有这种联制CEO这种联制制度 不是只有一个人来算了算 我们有进行周期性的等等这样的一些 它这种管理方式 包括大家缺约持股 这样的我觉得也是 它能够形成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而且你想嘛 华为现在已经有将近20万员工 依旧能够保持这种像狼一样的这种战斗力 它有它的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第二个 第三个的是我们还是一定要有国际化的事业 另外一个文化就是 它用华为自己的话来说 那就是叫农村包围城市 我先从弱小的地方开始 包括它早年那种交换机 我先从这种五六七八九十些城市 先开始卖起 我有国际化的时候 我也先从这种东南亚非洲先开始做起 我们先从一些薄弱的地方 叫农村包围城市等等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华为精神可以把它句话成 了解华为精神的几个柱子 把这一个一个柱子理解好了 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华为的精神 如果说让我在里面调一个最重要的 我就调我说的第一根柱子 就是我们要加大研发力量 任何时候对于一个科技公司来说 这是你存在的一个根本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